电影野孩子,今日上映,该片由真实事件改变而成,故事的原型来自于央视节目今日说法中曾播出过的流浪兄弟事件。 独自流浪生活的男孩马亮,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,遇见了同样是被家人遗忘,并且无人照顾的孩子喧喧。 相似的命运,让他们两个少年逐渐越走越近,风雨中,他们共同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家,互相拥抱取暖,彼此守护着对方。 王俊凯上一部主演的电影《刺猬》还没下映,新作业孩子就端上来了。 本片原计划于今年的7月10日上映,但最后因为后期的进度原因,临时撤档了,当时也是令广大影迷们觉得稍有遗憾。 只是没想到,这次能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 此次该片进军中秋档,影迷们终于可以走进影院,大饱眼福了。 不同于电影《刺猬》中,有葛优这个老前辈带着,本片将是王俊凯挑大梁, 和另一个小演员搭戏,又是出演一个流浪汉的角色。 这对演员表演的要求是很高的,也是极考验表演功力的。 同时,该片的原型事件,本就是个感人的故事。 经过改编的这部电影,肯定也是走催泪向的。 影迷朋友们前去观影前,记得备好纸巾。 我是爱看电影的老里头,关注我,每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影票房资讯。 感谢各位的观看,我们明天见。